在曾经的YG演艺公司最鼎盛时期,如果说男团方面有Bagbang一举拿下韩国歌坛半壁江山的话,女团组合当中2NE1也绝对称得上是当年顶级女团之一。 从此YG歌迷们才把YG出品,避暑精品,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,并一直沿用到了现在。 而这只YG旗下第一只爱豆女团解散之后,曾让很多人感到惋惜。不过今年平昌冬季奥运会上,作为YG一姐的CL出现在闭幕式舞台,多多少少让很多曾经喜欢2NE1的粉丝们找到了安慰。 看到的当年那个舞台上永远都那么自信的CL,很多人不禁都问为什么梁选席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让他回归呢? 因为通过社交网络平台,CL曾公开询问老板自己的具体回归时间,这让外界纷纷猜测梁选席是不是把CL遗忘掉了。 还有人说,因为他身体发福,所以梁选席没搭理他。事实上,真的是这样吗? 当然不是。看看CL前面的修饰词。 那可是YG一姐,即使梁选席再怎么没脑子,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,不可能把他自己遗忘掉的歌手参加冬奥会这么隆重的闭幕式舞台吧? 让他参加这个舞台其实是别有用心的。 因为未来这几年里,YG的目标就是一个 进军美国市场 而作为老板,梁选席本人更是比谁都知道CL的才华 毕竟Big Bang入伍之后,YG旗下能真正进军美国市场 并获得成功几率的歌手目前看来只有CL和Blackpink四个少女们了。 终于,YG方面刚刚宣布了Blackpink来年正式登陆美国市场之后,作为梁选席的另一个solo头牌,CL也要正式出击了。 因为他本人即将出演美国著名的嘻哈乐团Black Eyed Peas的最新MV。 并且会参与到Black Eyed Peas全新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,Masters of the Sun。 Will I Am亲自制作的这首歌相信一定不会让嘻哈粉丝们失望的。 届时CL会以solo女rapper的身份参与到这首歌里面。 很厉害吧? 所以别再说YG不误正业了。 从某种角度来说,SM和JYP在走正前路线的时候,只有YG还一直坚持音乐路线。 更严谨一些的话,是坚持走面向欧美市场的音乐路线。 一出道就参与Black Eyed Peas的专辑,试问三大演艺公司当中哪家能得到这种待遇和音乐方面的认可呢? 所以明年Black Pink的美国之行同样也让人非常期待。 看见更多教练的兰论 está凌晨三 trabajar nad 是非。 嗯嗯 overlooked可乐的 everybody, 所以